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内也有铝发 那么为什么刚才根据原告方的录像 比方在外卖打个招牌上写的是 毒疗 保健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型的 也就是给客人也提供的那种 休闲的那种就是保健 2011年11月25号下午3点 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庭上 法官正在对北京市远水相请美发中心的代理律师进行询问 三个月前郭乃月老人在这家美发中心做足疗时 突然不治身亡 家属将美发中心告上了法庭 索赔65万 毒疗经验员的宣众性会和这个嫌疏 是不是一个人能做毒疗 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不可以的 有点不可以的 在什么情况下做毒疗 怀疑你期间 你伤疗病怎么办 新疆病应该上 那么在殿中 你当时有个儀式 告知 你像有新疆的人员 共同搜疗 有这么凝视吗 我们都是口头告知 都是口头告知 对 再一个说话再重新一遍 我们并不是说 使用正规的 周疗案 辞职共揽院 一有个长期新疆病病死的人 由于被告出了 逐步按摩师没有取得资质 不懂得规范操作 手法不当 轻重拿捏不准 强烈地刺激了 死者郭乃月的逐步反射区 又发起强烈反 使病情恶化 最终促死期 出现战时的灰死状态 直至死亡 郭靖是郭乃月的女儿 他说父亲有心脏病史 足疗店的按摩技师 未经过专业培训 也没有从业资质证书 所以他怀疑是按摩技师的操作不当 诱发了父亲的疾病发作 郭靖说他父亲随身携带有急救药物 可是在老人晕倒以后 美发中心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施救措施 如果他们要是提前问老爸 就是你有没有心脏病史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就有一点急救常识 一般都会就是说 带着那种急救药 套一下都烤 往我爸嘴里放一片 觉得等那个就是那种 99这种急救的车来了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我方服务人员有没有知识 和这个过来一件的死亡之间 没有直接的必要的联系 我方经常所简易 仅限于为顾客提供美发 和一些一般休闲 以及简单的泡脚按摩服务 现在去要求 我方承担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公平的 被告北京原水乡情美发中心认为 郭乃越的死亡是自身疾病所致 与足疗技师的操作是否规范 没有关系 事发后 电方及时拨打了999急救电话 进到了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我方在整个意外事件的过程中 进到了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准在任何的过程 郭靖今年32岁 在北京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 他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原本一家三口住在朝阳区 2009年郭靖的母亲去世后 他们搬到了通州 与父亲住在一起 因为我母亲那时候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早的 第二天早的 所以就说 我就想让我父亲呢 就说 今年的中秋节 我们一块儿就说 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海南 郭靖说母亲于是中秋节 第二天去世的 俗话说 每逢佳节被私心 为了分散父亲的注意力 他们原本商量好 今年中秋节 带父亲去海南散行 并提前一个月 订好了去海南的机票 我票都出完了 就是正好是 应该是那个中秋节 头几天吧 就九月份的时候 然后走 结果八月底 就出了这事 2011年8月26号下午四点 郭靖波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郭靖说他的父亲得心脏病 已经十多年了 随身总是带着急救药 两年前 父亲曾犯过一次病 因为及时服药和送医救治 最终算化险为夷了 给他含了一个 就这种的 就集结药 然后赶快就说 给医院打电话 虽然他当时 那一次堵的是99% 人家说 但是就说 生命还是挽救过来了 我想 99% 堵了99% 有1%的希望 他都能活过来 经过现场勘查 和法医鉴定 警方排除了 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结论是 郭乃月的死亡 属于不排除疾病死亡 如果他们要是提前问我爸 就是你有没有心痛病史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就有一点 急救常识 一般都会就是说 带着那种急救药 套一下都烤 往我爸嘴里放一片 我觉得等那个 就是那种 99%急救的车来了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郭敬认为 那位足疗师 没有及时发现 父亲的病情 并且错过了 给老人服药的第一时间 导致他父亲不止身亡 不合格的足疗师 和足疗店 都应该对他父亲的死 承担责任 但是时至今日 郭敬也没有见到 那位足疗师 他说 美发中心的负责人 对他也是闭门不进 办理完父亲的后事后 郭敬请为律师 随着律师的介入 他第一次知道了 关于父亲和足疗店的一些秘密 郭敬在事后了解到 这家对外宣称足疗保健 商务休闲的足疗店 其实他的名称 是北京远水乡勤美发中心 经营范围是美发 并没有经营足疗的自治 经营者所顾的足疗技师 是没有足疗师 或者是保健按摩师的资质的 根据该店营业执照中的 经营范围是没有美发 但是其却在店铺显置位置 张贴了足疗保健业务标识 这个应该也属于超范围经营 误打了消费者 误打了我父亲 他说出于人道主义赔偿 最多赔偿五千 经过几次了就沟通 沟通不了 之后对方被告的律师 又说五千也多 不赔偿 就干脆人的意思就是不赔偿 认为他们一点责任没有 一点顾存没有 2011年9月 郭敬将北京远水乡勤美发中心 告上了通州法院 索赔65万多元 在座保健的过程中 死者郭乃月突然倒地 不省人事 被告没有及时采取一些急救措施 并在三十分钟后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随即呼叫了急救中心999 十分钟后999赶到 确定已经死亡 2011年11月25号 在通州法院法庭上 原告方表示 被告北京远水乡勤美发中心 作为经营者 没有保障死者的人身安全 致使郭乃月丧失生命 原告要求被告 给付原告三葬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围金等 共计65万8460人 如果发病后 能够及时服用 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则会挽救死者生命 然而被告作为健康保健的 服务性金融主体 却没有及时的救助 等急救中心赶到后 以为时已晚 无法挽救 因为其已经错过了 心脏病的最佳抢救时间 原告当庭提交了一份 他们向工商部门查询的结果 证明这家足疗店 在工商注册营业执照上 并非商务休闲会馆 而是北京远水乡勤美发中心 经营范围仅美美发 经营足疗业务属于超范围经营 另外 原告当庭还播放了一段视频 说是家属在第一时间 赶到足疗店后拍摄的 视频显示店外招牌 为商务休闲会馆 主营足疗保健 可是店内并没有 专业足疗知识的警示 独疗对人的天气情况有限制的情况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独疗 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不可以 都什么情况下不能做独疗 怀孕期间 还有心肠病算不算 心肠病应该算 那么在店中 你方式会有凝视 告知 你向经营症的人员不能做独疗 有这个凝视吗 告知牌 评审中被告似乎要急于撇清 他们和郭乃月老人死亡没关系 他们多次在法庭上强调 美发中心经营足疗店 是不正规 但是原告要求他们承担 过高的保障义务 也有失公平 我方经营场所检疫 经营服务内容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医疗保健 仅限于为顾客提供美发 和一些一般休闲 以及简单的泡脚按摩服务 服务收费标准低连 每小时仅仅35元钱 意外死亡人郭先生 作为附近居民也是应该了解和认可的 其来我住 也只是抱着放松身心的心理预期 现在去要求我方承担过高的安全保障 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公平的 被告向法庭出示了一份电话通讯记录 证明自己在事发后积极拨打了999电话 被告认为 郭乃月的死亡是自身疾病所致 属于意外 与足疗计时的操作是否规范没有关系 另外电方没有对郭乃月自行实施救治 是因为对他的病情并不了解 合理范围内已经进到了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 进行了积极的施救义务 不存在任何的过错行为 郭先生的意外因病死亡 从我方的经营行为 没有任何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一个关系 故不应该承担任何的损害 赔偿责任 请求法院查明事处 不会原告受众请求 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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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